3月5日下午,在福建省福州废科医院医护人员的努力下,福州再添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累计治愈71例,目前无住院病例。 38岁的患者林某某是福州民后人,于2月25日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经检查后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入院后,福州废科医院认真按照国家下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实行第七版的要求,对患者精心救治。 经过治疗,患者病情持续改善,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间隔24小时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同时再次进行影像学检查。 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胜出性病变明显改善,符合出院指针。 经省市专家联合评估,患者符合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的标准,办理出院。 虽然还是很艰苦坐过来,但是最后一例出去的时候,我们至于感觉很欣慰,第二个,那我们心情肯定是非常高兴的,但是我们还是还面临了很多挑战,那我们还是又时刻地做好一些准备。 1月22日,福州市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场疫情防控阻机站正式打响,福州市确诊病例分批次地转送至福州肺科医院集中救治。 记者了解到,截至3月4日24时,福州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72例,医疗专家组克服重重困难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治愈患者71例,死亡1例。